农历新年将至 家家户户除旧不新 展望新年 民众喜迎新春廉价时 需留意垃圾车 也有休息时间 春节期间垃圾清运 厨余回收 资源回收 大型废弃物等收运时间 民众可留意时程 避免年终大扫除垃圾堆积 为了便利民众 于春节前夕大扫除 除旧不新 马公市公所自1月12日起 至1月27日为止 提供巨型废弃物免费轻运 欢迎有需要的乡亲 与马公市清洁队联络 各位乡亲 大家好 过年要到了 够够够够够 在这个大扫桑 大扫桑时 有很多大型的企业家 尊重碰成碰意 其公所在一个十日 到一个日出 这段时间 是免费来给大家服务 乡亲如果是有需要时时 车路在这开店里 来跟我们穿个队 911173 911173 来跟我们穿个队来连路 我们穿个队 会白时间来跟他们亲吻 如果我们联络没中 去吃 较有紧急时 也能在这儿以后 取得本能 来联合 我们乡亲 来跟他们清涂掉 环境的健康 就是我们乡亲 大家健康 希望乡亲 大家可以好好来配合 共同委员部的关系 来努力 来发明 感谢大家 在日本在这儿 先给大家拜一个杂姥 祝我们大家 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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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大日 祝你好 快乐平安 谢谢 今年春节廉价 长达9天之多 但为了服务澎湖乡亲 特别帮助 乡亲大型废弃物 亲运服务 马公市公所 恳请各位乡亲 配合于亲运时间 垃圾排出 切勿乱丢垃圾 造成市区脏乱 破坏市容 大型废弃物 值体积庞大之废弃家具 废弃家电用品 家户修剪庭院之树枝 家户个人自行修缮 之非食材碎片废弃物 大型废弃物 请于1月27日以前 来电预约 以立安排收运 之后预约要等到2月5日 农历初五才能收运咯 提醒市民朋友 以规定排出大型废弃物 切勿任意放置户外 或混杂生活垃圾 危险物品 为者将依废弃物清理法 最高处6000元罚还 111年农历除夕为1月31日 敬请各位市民朋友 配合提早鱼籍日起 至111年1月27日前 完成大型废弃物大扫除 并向清洁队预约登记 以利于农历年前进行清运 让我们一起干净过好年 记者王海龙报道